各位弟兄姐妹晚安 星期二的晚上 让我们可以再次一起来祷告 各位看到我们手中的叶子吗 今天我们出去外面走走 跟孙子出去就发现 哇这附近已经是红叶开始 慢慢由黄变橘变红 大自然的奇妙现象 秋天这里的风速会变红 比我们看见这位创造的主 万事都有定时 是啊四季春夏秋冬 一个季节借着一个季节来 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在廉价的假期中 也许大家有外出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平常看的一个英文的杂志里面 摄影记者最近就被派到了意大利去 没有想到原来还是个基督徒 他写出来说 他很感谢有这个假期 让他重新再去体会 耶稣基督创造的奇妙和美丽 而且也让他想到 耶稣基督还要再来更新这个世界 所以这个世界虽然很多地方有战火 有很多的不确定有苦难 有不少人经历痛苦 但是他因为这次旅行 他觉得有很大的提醒和盼望 耶稣基督再来会更新 使这世界重新得到一个新的创造 是是不只是灵性的在创造 其实新天新地是一个更新和得胜的在创造 主再来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 不只是信仰的真理 更是生活的一个盼望 是 所以今天晚上让我们 不论遇到怎么样的情况 出去玩 看见大自然的美妙也好 或者有人仍然在病痛 或者是确诊 或者是家中有许多困难的 家人有许多痛苦中的 不论是哪一种情况 基督再来都是一个永恒盼望 求主带领我们今天晚上 有一个这样的盼望 安然的在主里面得到完全的休息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 再次请师母带我们祷告好吗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不但创造的这个世界 你也每一天眷顾你所造的万物 包括我们每一个人 主啊我们的人生 我们有时候看不清楚 为什么我们在低潮 在病痛 在隔离 在孤独当中 我们真的期待再有一个高潮 让我们心中充满喜乐 盼望 来歌颂主你的荣耀和你的恩典 主啊我们今天晚上 我们众人弟兄姐妹 聚在你面前祷告的时候 愿主你让我们心中 不是看外面的环境 不是看我们个人的得失 而是看见 在永恒里面 耶稣基督真的要再来 要更新新天新地 也让我们的生命 和我们周围的所有的环境 都会改变一心 与主同在 那样的一个荣耀的光景 愿主让我们心中 在这个假期里 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 来默想主创造的奇妙 主在掌管人类历史 掌管个人 掌管国家 掌管这个世界 所有的事情 主啊让我们心中就稳妥 喜乐 就有盼望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愿主带领 今天晚上 大家可以重新得力 是 在平静阿们中得力 晚安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